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吗 这个好像是游客来这边洗温钱放在那边的吧 村民去泡汤的时候也会顺便捡 但是假日都会有游客来 再怎么捡还是捡不完 主动去跟台电了解这个部分 这个烟雾员是什么原因 我们是当然是希望说他能够尽快 如果能够履行他的承诺 让蓝宇这样的一个放在心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痛都赶快的能够去除 影响是会啦 因为总是在水源限制之下 那又要要求对于客户要求 才能的品质 不过针对大环境缺水 我们也要响应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 新闻一开始呢 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现在用水要更加节约了 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 今年的春雨量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不到 导致北台湾的石门水库亮起了警戒灯号 水日暑也担忧 如果降雨不佳的情况持续 恐怕会开始全台大限水 提醒民众用水要更加节约了 今年的春雨下雨量不如预期 导致北台湾的石门水库亮起了水量不足的绿灯警戒 尤其桃园及新北市居民从15号开始 每天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5点 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减压供水 气象局强调 三月底以前没有降雨的明显讯号 除了受到今年的高压纬度偏高之外 海水温也是其中影响的原因之一 根据气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去年2月到3月中的降雨量 与今年整整相差10倍甚至以上 台北地区去年还有334.2毫米的累计雨量 今年却只有37.9 而高雄地区不分山区或平地 去年还有39毫米的雨量 今年甚至只剩下2毫米 整个2月一天雨都没有下 水利鼠也担忧如果降雨不加的情况持续 恐怕会开始全台大限水 目前高雄地区包括茂林区桃园区 也开始出现缺水期干旱的灾情 相当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不仅水库水位持续降低 山区吸水也出现严重干枯 再次呼吁民众在美雨季节前夕 水支援都必须非常的节约 记者阿布斯拉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 而目前缺水的情况导致 福星乡的农业用水以及民生用水 都出现红色警戒 虽然山区大部分是使用山泉水 或是饮用吸水 但是吸水干枯的情况严重 福星乡公所希望水利鼠 以及自来水公司 赶快想出解套的方法 受地形影响 雨就是下不到桃园山区 福星乡的部落大多是饮溪水或山泉水 后山四个村 包括巴林 霞云 三光及高溢 受到雨水量偏少 溪水干枯的情况已经出现红色警戒 要再寻找水源头相当困难 在部落务农的族人都苦哈哈 收成非常不好 枇杷一颗比一颗小 连农地都干燥的 菜也种不好 依赖山泉水的山区学校 缺水问题也导致高一国小 90多位师生用水也相当节省 校长表示缺水严重时 就会向消防分队请求支援 有时候漏的是泥土水 没有水的时候 是确实蛮让人担忧的 因为一方面是用水跟卫生安全的问题 真的迫不得已 我们会比较以往的模式 请我们的巴林消防分队帮我们再水 水源不足的问题 让供水积极寻求应变方式 前山是个村还可以透过自来水公司 利用水车供水 但后山距离遥远 民生用水部落只能互相分享 前山的部分 我们会如果真的不足 我们自来水公司会用水车来供应 但是后山的话就没办法 那只能是互相帮忙 就是有水源的部落 或者说有水源的家户 他们有多的就可以供应给我们隔壁的部落 或者隔壁的住户 这样我们只能自救 山区都在喊口渴气候变迁的影响 让降雨的变化相当大 公所表示21号水利鼠会会同自来水公司 一同前往桃源复兴乡 为山区缺水问题讨论出解套的方式 记者阿布什朗阿鲁 桃源复兴采访报导 就是因为今年的春雨少 高雄以及台南地区已经出现缺水的警讯 北台湾也将陆续陷水 务农的或是从事洗车业的民众 很担心生气会大受影响 涅阳底下主人忙着在菜园浇水 南台湾少雨枯水 水情渐渐吃紧 首当其冲的高雄地区 预计在下周22号起将采取第一阶段陷水 而从事务农的族人很担心 害怕辛苦种的蔬菜或是农作物会枯死 生计大受影响 担心啦 因为好几年都没有下雨 然后像我们这样种的那么辛苦 就一下就没有水来浇的话 真的感觉会很心疼 没有那个水分给他们吃 他们也是长得不会漂亮 另外跟水有关的行业 洗车业者表示 如果限水将会影响洗车工作 特别是客户对于爱车清洁的要求 影响是会啦 因为总是在水限制之下 那要要求 对于客户要求 车量的品质 需要很多的水来做这样的清洁 不过针对大环境缺水 我们也要响应 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族人意识到缺水的危机 务农族人赶紧蓄水备用 以防用水不足 而洗车业者也打算用节水设备来因应 面对非常时期 大家不分彼此一起节约用水 记者母丁高雄采访报导 受原子能委员会的邀请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核能署专家小组六人来到了台湾 进行为期两周的核一二三场的压力测试 昨天下午公布了审查结果 认为台电所提出的断燃处置程序 是良好的做法 整体来看也肯定原能会跟台电所提的强化措施 三座核电厂都通过了压力测试 这群美国土耳其日本等国的核安专家 由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所筹组 受邀来到台湾 展开核一二三场压力测试的同材审查 经过12天的作业报告出炉 小组认为台湾所进行的压力测试 跟欧盟规范一致 其中强化措施做得不错 断燃处置的程序更是良好的做法 这一次一方面也因为原子能委员会捐款 12万欧元给OECD相当460多万台币 成立相关基金会 因此OECD回馈善意 特地接受邀请筹组专家来台检视核电厂 看有没有地方需要改善 被问到如果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在台湾 台湾能安然度过吗 专家则认为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应该都没问题 审查也指出 关于地震跟水灾发生在核一二三场时的应变 由于原能会跟台电还在进行相关调查 如果有心发现应该在市情况来加强相关设施 最后小组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认为台湾有坚强的河岸文化 记者林吉本庄志诚台北报道 而有关核事的续建 在政府体制的分工当中 属于经济部以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的直属业务 不过偏偏运转核电厂之后 所产生的第一放射性核废料的储存地点蓝宇 却是属于原住民族的土地 而原住民族土地的主管机关 行政院原民会 到底在总统府以及行政院 请向续建核四的关键时刻 原民会有没有发源权 或者是否有站在多数原住民族的立场讲话 都备受瞩目 3月10日在立法院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首度证实 蓝宇核废料签书计划 由原本的105年确定延后到110年 行政院原民会表示非常不乐见这样的结果 由于非常了解蓝宇民众的反对声浪 原民会表示尊重原人会跟台电的专业评估 不过事关乎原住民族人的权益 将主动介入了解计划延当的原因 并且给了蓝宇民众一个交代 我们会本于说去主动去跟台电了解这个部分 这个延五年是什么原因 我们会主动去了解 当然就会里面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是当然是希望说他能够尽快 如果能够履行他的承诺 让蓝宇这样的一个放在心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能够赶快的能够去除 民主新部党党团也将在这个会议提出 蓝宇核废料组存损害补糖条例 在立法院送审 行政员民会就表示乐观其成 会主动协助立法院了解法案内容 是否符合蓝宇民众的期待 这个补偿条例其实在会里面来讲 我们当然是尊重跟乐观其成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政府裁员的问题 还有一些真正的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这个都需要全者单位来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也不便说那是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 一定要坚守原计法的精神 尊重原住民的权益 原住民的声音 行政员民会表示蓝宇补偿条例所代表的精神 是迟来的转型正义 也是被受族人所期待的 原民会择无旁贷会介入了解 在立法院审议的过程当中 会做好对于政府各部会跟族人意见的沟通桥梁 记者格论陈天市台北市参考导 目前新北市的人口超过了390万人 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但是新北市一个城市境内就拥有三座的核电厂 包括新北市石门区有核一厂 万里区有核二厂 还有贡粮区有即将可能续建的核四厂 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团就认为这是一个警讯 就要求市长朱立伦必须针对核四公投进行专案报告 明确以及说明面对核四厂是否续建的态度 由于龙门核能发现场也就是核四厂 被建造在新北市共辽区龙门里 是否要建造核四厂 第一关就是新北市的地方性公民投票 3月15日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就在新北市议会 进行核四公投专案报告 说明地方性公投流程 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就强烈要求朱立伦 应该像行政院党章一话一样 明确表达他个人是否支持续建核四 党团盖市长一丈保罗更要求朱立伦要跟栏语民众道歉 因为朱市长是一个很有可能 在三年以后是可能的一个总统的人选之一 所以他的立场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国民党的一个迷日之心 他应该要率先的代表执政党也就是国民党 要公开的长期承受核能废掉的这些洋民族来道歉 那不是说民进党跟国民党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是认为说今天生活的安全的问题是比较重要 那我们才有这河岸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本来等一下 因为我是国民党籍本来要发表的一些意见 那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 我是希望尊重一下台湾的主人 由于会议流程一度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 因为决定让朱立伦市长上来回答的提问时间 没有共识 造成会议流程一度延宕 中文达诺市议员就表示 原住民是台湾真正的主人 以后讨论任何核能相关议题 应该要让原住民旗议员先发表意见或提问 这些傍晚时分 朱立伦才上台回答所有议文的提问 朱立伦为回应道歉 是否支持核四场训诊 也没有明确直接表态 朱立伦说 如果核四场的检验报告不安全 没有决定好核飞量放置场 绝对不能盖 如果能够有安全无余的核飞量放置场 那就要考量核电厂的效能 是否符合民众的期待 这一部分仍然要市民点头 才可能支持续建 记者格论陈天寺 新北市议会 参观报道 由逸文界发起的 不要核四五六运动 昨天的晚上 在自由广场正式的展开 发起人之一的导演 刻意正强调 不论核四是否公投 他们都坚持核四必须停建 因此往后 每个星期五晚上六点 他们会在同一个地点 用音乐以及演讲等方式 展现坚定的反核民意 直到核四停建的那一天为止 另外 老保局昨天公布 今年一月有高达三万一千多人 请领老保一次给付 单月就提领了金额有384亿多元 挤进了史上第四高 如果再加上之前的月份 老保基金从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一月 就短短四个月被提领了 一千四百多亿元 将近12万人一次提领老年给付 创下老保开办63年来最大的强领潮 而老保局表示 一月的情况特殊 通常的劳工会选在一月勤领 所以往年一月都会是高峰期 而老保局强调 二月只领了一百多亿 趋势有往下的 而劳工不用过度的恐慌 而说到了观光 南投仁爱乡的红香秘境温泉 引来了许多的游客 但留下了更多的垃圾 当地的原住民族人呢 捡了又捡不慎其扰 再加上清运山区的热射车 不是每天都有的 红香温泉累积的垃圾 已经破坏了当地的美景 红香温泉就在红香部落的不远处 因为不用烧水 也不用开瓦斯 非常经济 这里的族人 大多会利用这项天然资源 每天到那里洗澡 可以说是部落的公共澡堂 不过现在温泉环境很差 原因是那里到处都是游客遗留的垃圾 让人看了不禁摇头 你们要去哪里啊 洗温泉啊 是哦 部落人都是去那边洗澡是不是 大部分啦 那现在那个温泉那边 就是外面很多垃圾啊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吗 这个好像是游客来这边 洗温泉 放在那边的吧 就是垃圾没有带走啊 随处可见平平罐罐的垃圾 还有露营所留下来的瓦斯罐 被丢弃在河边 和周围的自然美景非常不搭调 主要是每到假日 许多游客喜欢来到部落 享受泡汤的乐趣 但是离开时却也留下许多垃圾 再加上垃圾车 清运山区的垃圾 烫数较少 清理非常不便 因此族人都会道德劝说 希望游客能自行将垃圾带走 不过仍然有游客 随意丢弃废弃物 让地方族人不堪其扰 我又跟他们讲 所有的游客一进来的话 不管是我还有村长 还有北京年金 他们看到这个游客一来的话 比如不要去边丢这个垃圾 要爱护我们这边的互相问题 我这样讲 他们是对对还是不听 现在我们的桥也没有通 所以垃圾车也没办法到现场来收取垃圾 所以会有很多垃圾 再来就是村民去温泉泡汤的时候 也会顺便捡 但是几乎假日都会有游客来 再怎么捡还是捡不完 红香温泉的垃圾 几乎都是族人一件一件带出来 可是一旦假日过后 垃圾又开始堆积 捡不完的垃圾让人倍感困扰 而目前红香温泉桥尚未修复 垃圾车无法过去温泉端 主人希望大家发挥功德心 共同维护环境 不要随意弃之垃圾 并将垃圾带下山去丢弃 好让大家下次再来的时候 都有个好的泡汤环境 及休闲品质 记者诺南投县仁爱采访报导 镜头转到花东 花莲县万荣乡积极推动部落 有机建筍产业 现在又开发了新产品 研发马告香肠 腊肉腌肉还有肉桂茶 为了行销商内的农特产 今年万荣乡在建筍产季的期间 在花莲市的重庆市场 设有销售地点 商长还保证来自部落的有机建筍 不但新鲜又好吃 而且没有用肥料 我们的建筍没有撕毁料 也没有喷药 也没有病虫害 那么可以说道道弟弟的健康食品 对想要减毁也好 养生也好 是一个民众很好的选择 海拔500到800公尺万荣高山建筍 主要产地是在红叶村和马远村 其实为了推广在地产业 这两年来 万荣乡公所也研发出 马告香肠 马告腌肉和马告绿肉 除此之外 还有肉桂茶 这些产品也将列入乡内的代表性产品 这些产品 农测产品都已经经过检验合格 因此我们将来后续我们会继续研发 希望能够量长来改善我们乡民的生活 万荣乡的高山建筍 吃起来口感和平地建筍 色泽和口感都有差异 吃起来不但水分多 摸起来也厚实 今年商工所除了在花莲的重庆市场之外 台九县的瑞穗赋源路段也有摊贩销售 商工所也正积极推广其他的加工产品 未来会辅导商品上架贩售 希望能够带动部落的产业经济 记者改造花莲焕荣采访报道 拼经济的还有台东一位阿美族人 王国权所种植的稻米已经打出了口碑 曾经到日本参赛得到金赏奖 而且现在还建立了自己的稻米品牌 就称为国权米 现在国权米希望可以在国内贩售 还希望可以卖到中国大陆 一批来自中国宁波市政府的考察团 15号特地前往台东市阿美族人 王国权的米粮仓库进行访问 王国权是国内稻米界的名人 并创立品牌 曾在2008年前往日本参加稻米比赛 获得金赏奖 在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广农产品行销中国之际 有意行销王国权的米到中国 一包包不同包装完成的米 王国权有信心行销中国 但希望关税能够降低一些 我们看他们这次来 看他们要多少的量 如果可以的话 看有没有100吨 可是我们自己台湾 这边量还是有限 总不能说我们全台东的米 全部下到大陆 我们这边都不用吃饭 对于关税问题 台东县政府原民出人员表示 这次宁波市长主动前来考察 关税问题应该会解决 如果说去了之后 可以直接透过他们市里面 直接进去 但很多的关税就减掉了嘛 王国权目前所种植 以及配合器做的农田 面积约有900公模 一年就有两期收成 每一期收成约有100吨左右 前来访问的宁波市长 看了王国权的秧苗 觉得很漂亮 也希望能引进技术到宁波 机械进行土壤的调配 这就是王国权 种植到没重要的土壤 王国权表示 目前的产量100吨没有问题 但仍然会雇到台湾本地 原有的市场 记者KURUS台东财报报道 屏东县鼓励原住民族地区的小学 研发民主教育教材 在日前举行了新教材的发表会 国谣传唱队唱出在地部落 优美的传统歌谣 派武国小从前年100年成为理想学校 也就是一种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协力造校的另类学校 成立后并积极以原住民文化与光电学校来推动学校教学特色 除了全国首创公立学校国右班实施全族语教学 同时以第三学期举办诚信式族语教学课程 研发了全国第一套六年十二册民族教育国际教育课程教材 透过教材建构学童与部落文化之间的学习桥梁 可以认识自己排湾族的那个庆典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 对因为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跟平地人都不同 排湾族的结婚仪式 还有 还有 那个跟踪啊 还有收获一样这样 民族教育教材内容 以在地部落的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和传统礼仪为主 国际教育则以部落特色 歌谣木雕咖啡灯山与光电等 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经验 类比到其他国家 进而增加视野 提供更多元的学习启发 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孩子从自己的根 从自己的文化出发 然后他也能够知道外面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他可以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更多的信心 也能够把外面的优点能够吸纳回来 学校这一天举办新书成果发表会 希望透过分享进行经验交流 课程教材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注意 目前已受邀前往世界课程与教学学会 北京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进行分享 记者科省屏东泰晤采访报导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各地的天气好转 温度回升 各地都见得到阳光 预估在中部以北的地区 高温可以达到28度 南部地区甚至会突破30度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白天在户外活动紫外线会是比较强的 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另外到了傍晚开始 温度又会逐渐的转量 外出旅游的民众保暖的衣物 记得随时添加 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旅游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原市 或者是对新闻内容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拨打原市的客服专线 0800-211-000 新闻最后带您到花莲的万荣 看看当地的建讯产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老外福豆的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太多人,不太多人,不太多人 其實我們親戚不談物色事件 你談物色事件簡直是翻他的舊傷 你問他們,叫傷心 你問隔壁鄰居,他叫傷心 那不是我家一個能力,是大家的傷心 所以大家不要不談 這個經驗也是很好 因為年輕人沒有在坐船 還有這個經驗,剛好這樣的辛勞 這個過程,感覺心裡不算 有自己坐的一艘船出來 比較有成就感 我跟我以為他都去工作 他也是說的 我這麼喜歡 所以我一定會成功 他們成功 我們在何處已成功 我每年都是重生的 我們每年都能吃的 我吃這個